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跃从众人中脱颖而出 财运方面稳中有生 如果有好的发展机遇或者项目 可要好好把握 感情方面多极 有机会邂逅优质良缘 可主动表现获取芳心 改运建议 生肖署 2021年下半年可多穿绿色 黄色蓝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署 可多往东南方正东方走动 望财运可去正东方 望观运可去东南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西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东北方 生肖牛 本命年岁 喜忧参半 下半年生肖牛财运方面少有机会 需要用钱的地方 反倒特别多 注意合理开支 事业方面将于贫瘠 可以求助职场前辈或者家中长辈 借记心服气躁 静候佳击 感情方面爱情稳定 单身者有望或者得相伴一生之人 改运建议 生肖牛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黑色紫色 深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牛 可多往正北方西北方走动 望财运可去西南方 望观运可去西北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南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正东北方 生肖虎 即兴观照稳中有生 下半年 生肖虎得即兴观照 事业节节高升 属于收获的年岁 职场上有望获得上司的赏识和提携 从而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财运还可以 虽然正值收入一般 但是其他收入来源上 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桃花运一般 物作过多强求 该运建议 生肖虎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红色黑色紫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虎 可多往正南方西北方走动 望财运可去西南方 望观运可去西北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东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正东方 生肖虎 运是一般努力表现 下半年生肖虎并不是没有进步的机会 只是期间困难较多 需要付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压力大 工作方面有变动的迹象 如果想获得好的结果 还需要自身多做努力 财运方面有一定的机遇 但需要自己把握时机 下半年求财 可选择可信赖之人合作 有望蒸蒸日上 感情方面反复不定 难以如愿以偿 改运建议 生肖虎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黑色黄色蓝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虎 可多往正北方正南方走动 望财运可去正北方 望官运可去正南方 望桃花运可去东北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正北方 生肖龙 表现不俗 人际运高 下半年生肖龙运势提升 事业方面多有助力 人际关系交往 交际应酬多 容易结交对自己有利的人员 利于事业财运项目合作 财运方面水涨船高 但花销也逐渐增多 若想积累财富还得开源节流 计划消费 感情方面有机会发展新恋情 改运建议 生肖龙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白色浅色黑色黄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龙 可多往正北方东南方走走 望财运可去正南方 望官运可去东北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西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正西方 生肖蛇稳重建好事半功倍 生肖蛇下半年有新的发展机遇 更容易获得贵人的方福 良机涌现好好把握 财运方面有所见长 经商的人士左右逢源 如鱼得水 但要注意不良竞争 会导致压力过大 心理焦脆 感情一般顺其自然为好 改运建议 生肖蛇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白色浅色棕色的衣服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蛇 可多往东南方正北方多走动 望财运可去东南方 望官运可去正北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南方 望学业事业运可去正西方 生肖马 起伏较大 晦暗难鸣 仇武相害 暗流涌动 事业方面内部竞争激烈 要靠自身的努力 才能收获良果 财运方面 难有新局面 要主动出击 寻找新的良机 感情方面谨慎处理 俩人的分歧 莫要影响感情 改运建议 生肖马 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红色紫色 颜色鲜艳一点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马 可多往正南方 正东方走动 望财运的可去正南方 望官运可去正东方 望桃花运可去正东方 望事业学业运可去西南方 生肖羊 反复波动 萧小使坏 丑味相冲 危机四伏 下半年 生肖羊要特别注意 有新知识 见不得你好 还喜欢落井下石 使得你身心疲惫 财运方面 不可大肆理财 更多的是观望 分析 合计 正财方面 老有所得 但都是辛苦求财 下半年 感情较为平稳 可积极争取 盖运建议 生肖羊 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红色 紫色 深色 黑色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羊 可多往正南方 东北方多走动 望财运 可去正南方 望观运 可去东北方 望桃花运 可去正北方 望学业事业运 可去正南方 生肖猴 先亿后羊 节节开花 生肖猴 下半年 先亿后羊 前两个月 运势萧条 事业奔波劳累 职场多阻碍 劳而少工 财运方面 市场环境不理想 难有留存 后几个月 稳中带升 人际关系畅旺 能够获得同事 或者领导的帮助 事半功倍 财运也多极 有扩展之项 感情运一般 注意沟通 改运建议 生肖猴 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黑色 深色 棕色 黄色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猴 可多往西北方 东北方走动 望财运 可以去西北方 望观运 可以去东北方 望桃花运 可去正西方 望学业事业运 可去正南方 生肖猴 稳中有生 多劳多得 下半年 生肖猴 前期多困苦 后期灵感迸发 创意突出 能够获得领导 与客户的认可 财运方面 老有所成 经商人士 游刃有余 职场人士 业绩高昂 洗上眉梢 感情方面 人缘较好 有机会 获得良缘 改运建议 生肖鸡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黄色 红色 紫色 深色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鸡 可多往正西方 西南方走动 望财运 可以去西南方 望观运 可以去正西方 望桃花运 可以去正南方 望学艺事业运 可以去东南方 生肖狗 运势和顺 收入喜仁 下半年 生肖狗 洗上眉梢 贵人多住 工作得心一手 容易获得领导赏识 有前进的动力 财运方面 水涨船高 有筹备新计划的可能 感情方面 可积极表现 利于谈婚论嫁 改运建议 生肖狗2021年下半年 可多穿青色 绿色 红色 紫色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狗 可多往正东方 正西方走动 望财运 可以去正东方 望观运 可以去正西方 望桃花运 可以去正东方 望学业事业运 可以去正北方 生肖猪 好运来临 表现突出 生肖猪下半年 可喜可贺 工作方面智商很高 头脑特别清晰 利于自己活跃的思维 去努力进步 财运方面 正财多住 经商人士机会较多 有望更上一层楼 职场人士业绩不错 收入上升 感情方面 桃花畅旺 有望进入婚嫁阶段 生肖猪下半年 可以多穿青色绿色 黄色浅色的衣服 或者配饰 想望运的生肖猪 可多往正东方 正西方走动 望财运 可以去正东方 望官运 可以去正西方 望桃花运 可以去正南方 望学业事业运 可以去正北方 常言道 知足常乐 万事都要想得开 人生在世 说长不长 说短 其实真的很短 事实能够做到知足 就是福气 不管你上半年 运势如何 从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 约束我们的行为 说话做事 要先思考 这样才能迎来 好的运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